观众朋友,现在是一月份,那么在咱们中国的北方还是寒冬季节 那么在马来西亚,现在已经达到摄氏度,已经32度了 在这儿我是感觉着大汗淋漓 但是呢,对于芦荟来说呢,它最喜欢这种气候,最喜欢光和热 而且呢,在这个沃纳有机芦荟种植园里啊 你还会发现啊,摆满了一个个的轮胎 诶,这个轮胎是做什么用的呢 第一,轮胎呢,环岛 第二呢 可以排水,怎样讲环保和排水呢 那是因为一般上轮胎用了之后呢,就丢掉了嘛 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轮胎呢,带回来 把这个卤胃种在上面呢,一方面,这个水浇在 就好像后面水浇在这边上去的时候,它排水可以流得很快 而且呢,它这个卤胃的根呢,不会苦难 利用废旧轮胎种卤 既做到了废无利用,又给卤会一个良好的生长空间 这家卤会公司的老板邹先生也是华人 听他介绍说,这里是库拉索卤会的一个微型苗圃 主要目的就是为农场培育健康茁壮的幼苗 长城后,再移栽到卤会农场去 在周先生见一下,我们决定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卤会农场去看看 喂,小李,这是我们农场的主人,他名叫阿熊 阿熊,你好 欢迎,欢迎 你好 这个应该超过三个年了 啊,是这样子了 这个,这个不错 这个超过700到800克 啊,厚度一圈 农场门口陈列着好几个架子 上面摆满了芦荟叶子 这些就是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芦荟叶子 这个采摊下芦荟什么样的是比较不错的,达到标准,而且是最好的 最好你要用它的硬度好 啊,它有它的硬度,你看 不是说,就暖暖那种 你没有硬度啊,它太水分啊 它,呃,呃,就比较容易烂 哦 你这个是我们种的关系啊 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 野生芦荟至少有三百多种 但是,人们能够食用的只有六种 库拉索芦荟就是其中之一 诶,这个非常的好 因为你看它的胶质非常的,够 而且我们在体验萃取的时候 也,达到我们的要求 哦,这还可以吃 你给试试看嘛 哦,这味道真好 哦,不光是那个什么 可以做花生片,还可以直接吃 嗯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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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顿头的 玩这个鸭皮子 很顿头的 嗯 这样喉咙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啊 和黄瓜那种感觉是吧 嗯 原来这些都是三年生长期的库拉索芦荟 时间太短,营养胶质达不到加工要求 那么,为什么不是采摘后运走 而是要放在这个架子上呢 这个架子就像欧美国家一样采完蔬菜 像给它,像液冷机一样给它收干水分 然后才能够保存这个芦荟的新鲜度 还才不会腐烂 嗯 不然的话,它一两天它就 啊,烂掉了 那品质就不好了 我们割之后给它通风,给它收干 这样的话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我本身如果要没有没有特别处理啊 就是这样子啊,最少一个礼拜到十天 那你这个架子现在能 最最多时候能放多少多少斤 这边啊,这边 一千两百斤 沃纳芦荟公司的这个农场有两百多亩 周围全是高大的热带桥木 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藤蔓植物 放眼望距,一颗颗健壮的芦荟 排列成整齐的方阵 周先生说 在马来西亚看见芦荟开花 意味着好运气即将到来 这个是芦荟花 这个芦荟花呢 要三年的这个树林的芦荟呢 才会长出这个花朵 据说这个花朵呢 可以医治这个糖尿病 就把这个花朵晒干 然后呢可以泡水冲 淡茶来这样喝 就可以医治这个糖尿病 库拉索芦荟 作为多年生长绿草本之物 它的枝叶可以入药生产化妆品 它喜汗怕烙 喜欢生长在排水性能良好 不易板结的疏松土之中 而沃纳农场的芦荟 就生长在得天独厚营养丰富的火山土上 下里你看 我们的农场都是用有机泥土种植这个芦荟 因为这个火山土呢 对这个芦荟的成长呢 有很大的这个效益 而且芦荟也长得非常的茂盛和窝窝 这一片全是火山土 对啊 火山土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很松 然后这个蚯蚓呢 很很容易呢 在这个松的土里面呢 成长 然后它可以排算 这个分别呢 能够使这个芦荟呢 达到更好的这个肥料 七年前 沃纳芦荟公司 开始在这片土地上 种植库拉索芦荟 看好的就是这里的土质 这里的土壤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营养丰富 基本上不用施肥 大大降低了成本 此外经过多年的时间 他们逐渐熟悉了这种植物的特点 探索出有机生产模式 我们最用最原始的收割过程 我看你这全采用人工啊 对 全部采用人工 没有机械 或草也是用人工自己拔的 完全没有加杀虫机 还是农药 一点也没有 你看我们周围 全部用隔草来隔离住的 按照有机农业的要求 这个农场靠着四周天然植物作为屏障 和周围农田隔离开来 而且为了避免采收过程中一些化学的东西污染炉灰 坚持用人工作业 采摘时老板要求我们从底部开始收割炉灰叶子 这样不会伤到它 不会破损 破损的叶子很难保存 而且要用这种传统的刀具 收割完以后 工具回收起来消毒以后 再循环使用 我每天能收获200公斤叶子 这家炉灰公司共有大约8000亩土地 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农场 如今沃纳炉灰农场的炉灰 每公斤收购价是80级 折合人民币16块钱 看了半天炉灰农场 这些炉灰叶子难道全部都是实用的吗 你们看看 这个就是新鲜鲁灰做出来的 这个鲁灰胶的精华就在这边 正常是全部是水分的 因为经过它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循转呢 它把这个水分的全部被蒸发干了 那么它就得到它的精华 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是沃纳炉灰公司的产品模拟车间 很多炉灰产品正式生产前 要在这里进行上千次的试验 以达到安全要求 现在进行的是卢桂凝胶的分离 为了证明产品的天然安全 面对镜头 邹先生给我们现场演示了一个惊险的示范 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抹在手上 我们做个很好的这个试验 我们现在用这个火了 可以慢慢的烧 不用快烧 慢慢的烧 你可以看看 油灰就是 非常需要保持效果 对 这是你一样的 还是动摸着 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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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声 双枪了 双枪了 被偷吗 被骚骚了 没骚骚了 没骚骚了 有点骚骚 有点骚骚感 对 再来一遍 有惊无险啊 邹先生解释说 这是因为 芦荟具有强大的修复组织功能 新鲜的芦荟不仅含有SOD 而且能提高人体生理机能 改善人体免疫系统 正因为看好芦荟的这些特点 他们公司花费巨词 研发护肤美容保健产品 酸碱度呢 跟我们人的皮肤呢 是非常接近的 它这个酸碱度呢 是5.5 人的皮肤呢 也是大概接近5.5 芦荟的花和叶子都可以加工增值 芦荟的身价也一下子翻了十几倍 邹先生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坚持产品讲究清新自然 一经投放市场 很快就出现热销 芦荟产品的销量 甚至逼近一些国际大品牌的同类产品 我们有的是这个洗脸酸 有这个银泥脂的这个保护霜 还有这个减肥的 这个鲁荟呢 它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也是三合一的产品 保湿 美白 遮润 全部都在里面 还有收素都在里面 邹先生告诉我们 他们的鲁荟生加工产品 已经达到二十多种 销量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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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